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文必答的環節 這一節嘉賓請你們Stanley 開始解答家庭觀眾股票問題 Stanley,你好 你好 Stanley,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切電話 電話旁邊是有朱小姐的 朱小姐,你好 你好 Caro,你好 想問哪一隻股份 剛才提到的,好像是3.678了 是不是雲業期貨? 雲業期貨,你有貨嗎? 有,一買就跌了 2.15買入 看看這隻股份,應該怎樣部署 看看3.678,2.15買入 現在要捱價 還有見到股價,Micky好像傾向橫行的走勢 相信這隻股份怎樣部署? 朱小姐 我想問一下,有些好奇 為何你會買這些股份 你自己有甚麼研究? 有甚麼原因你要買這隻股份? 有甚麼原因? 為何我早買? 因為那天是新鮮 你趁他一天展現 會新鮮少少、散少少 怎知日又是這樣,又是輸 見到他有一天 接著一買就輸 見到他那天,因為人生得很厲害 就覺得他會新鮮少少 是,明白 4月尾那次? 4月22日 4月21日 4月22日 我真的想不想走? 我不想,我從資 我根本不想買股票 買到那月都是跌 好,都見到他摸頂買了下來 見到今天零成交 所以都想問,是否要指示走了 其實呢 我現在問了多少資料 其實你說這一間公司 都叫做半身股 上了市大概是半年左右 多些 但問題就是說 其實你看回整個 如果你是回到開頭上市的時候 那些股價比現 和現在相比的話 都是不太理想的 你可以說是在單位那裏有個反彈 以前的時間 在個心這位置 但問題是說 你看看公司的業績表現也好 甚至乎發展也好 我覺得 還要時間觀察 即是上市半年 你又很難去那間公司 做得業務上的發展 是不是很理想 但可以有肯定的就是說 它的股價有沒有機會 去到大概是之前那些高位 應該真的很難 所以我暫時給你一個建議 朱小姐 第一就是說 買股票 有時候要自己清楚 買些什麼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 第二就是說 每次買股票都好 一定要跟自己說 譬如 假設你買入價是兩個半 這樣算 你不可能以回D一成 作為一個止洩位 即任何的買部署裏面 你要有一個叫策略 即現在要升多少 你要放 跌多少呢 你要走貨 即你有這個想法 那你現在 你說沽不沽貨 我覺得有點遲了少少 但是 我暫時會建議你 因為現在暫時它的股價 到這位置的時候 開始叫做有些跌定了的情況 那你暫時以回大概是一個 大概過七度 做一個止洩位先 但你上面的話 都是以回大概兩個零半這些位置 做一個叫做目標價先 即到這段時間 我都會建議你先沽貨 嗯 好啊 明白 這個時候 我明白了 是 我明白了 我撕這麼多錢 真的 我告訴你 你們說得很快 到時候交給我的問題 忘記了 零成交 現在零成交 我現在沽不沽得出去呢 現在零成交的話 你都沽不住了 但是問題是 就好像剛剛提及到這樣 因為你現在未有成交的話 除非你馬上叫做現價走 如果不是的話 你都要先掛著 但是我都會建議你 暫時來說 以回過七 做一個叫做止洩位先 但你帶上面來說 現在兩個零半左右 做一個叫做 就是我 如果解洩了 到兩個零半這個位置的話 你先沽去 嗯 兩個零五的時間 就可以沽出去 沒錯 減少損失 暫時都不用走 還有朱小姐 都想奉獻一句 因為 其實有時候投資 就不要太過心急 還有一些耐性 俊語都說 財不有急門 有時候又不要太過心急 嗯 還有要看基本面 不要看它 無緣無故抽升上去 就以為還可以升 誰知道摸了頂 那天有一支大的陰燭 掉下來 是 好了 多謝朱小姐你的查詢 都明白 你可能輸錢 心情有點激動 不過都 冷靜一點 看看電油的問題 見到家庭觀眾 想問Stanley 一些股票問題 他問了幾天 可惜 一直都未遇到你 沒事 因為這陣子都比較忙 不要緊 這個就解答他的股票 好 700 他就162元買的 是 他想問 是否需要去指賺 現在要離場 還是怎樣好呢 騰訊 我先申報 我有遲有著 不過 現在我會不會沽貨 我想 我不考慮沽貨 其實市場 現在很有趣 一些叫做強勢股 走勢都比較偏強 但弱勢股 大家都知道 好像沒什麼氣質 強勢股指哪些 好像騰訊 一些信越光學 基本上 表現還很強 雖然可以說 甲不知會有些調整 但始終股價的趨勢 都是向上 所以 當然 你要買入價本身也不算很低 有些叫做追貨的情況 但追得都叫做上可 起碼股價 都可以說 現在的現價 都比你要買入價為高 所以我需要兩個策略 假設你心態上 可能你打算短炒 可能入住那一下 可能炒得比較多貨的話 你現在的位置 可能減少一半 但如果這個假設 好像我這些 可能拿著一兩手 我覺得你先拿著它 又不需要這麼急去放 甚至乎 它再跌下去 假設 假設這一轉的調整 可能比較多些 可能我們大概 160元這些位置的時間 160元以下這些位置 我反而會建議你再加住 因為這一隻 我又不擔心前景 甚至乎 我覺得它的股價 似乎 如果以現在的情況去看 最低的話 似乎再破高的機會 的日子 都只是可待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有貨的話 先拿著它 不需要這麼急去放 好啊 但都視乎它的持貨量 沒錯 如果你拿很多貨 可能你拿重貨 這些位置 可能 因為如果你拿重貨的話 一兩元左右 可能那個回報 都叫做很不錯 你可能考慮一下 先減少一半 但小貨的有錯 這些可以不理它 好啊 明白 下次家庭觀眾 如果問關於股票問題 有持貨 可以說自己的持貨量 我們可以更準確地 告訴你部署 另外就是有 386元 5.5元買入 386元中石化 今天股價5.4元 一隻正在捱价 他也想問 是否需要指示離場 這隻 這個買入價 也不算漂亮 這隻反而也說真的 但是暫時來說 中石化的走勢都是拉腳 即是5元 5.6元 這些位置 叫做橫行拉腳 所以這一轉 現在你看到去的股票 都仍然在5元頭上 就先拿著它 但是這一隻 就不會有太大的衝京 因為其實 這個石油股 不論你說 中石油也好 中石化也好 1003也好 其實現在也是炒一個波幅 油價應該不會大升 但也不會大跌 會比較偶著 所以暫時來計 有貨的話 先拿著它 到5.6元這些位置 有機會先走了 好啊 明白 另一隻股份 也是油股 它是883 星期一的時候 它發電郵來 那天就看到 883的股價 曾經是升高過的 但之後就向下 就想問 是否技術走勢 不是那麼好 它9.1號9買 不要緊 因為基本上 星期一傳過來 今天是星期四 其實價差不多 就是跟我之前的想法 那些說法差不多 因為現在的油股 其實你見得到的 都是拉鋸 就是好像以中海油為例 其實這一排 反而那個拉鋸的格局 更加之窄 我們這裡都可能比 叫做比多了 你看看下面來講 大概是8.6元這些位置 而上面 是貼人現在的頂位 9.5元這些水平 油組閣 今天又開會 但是也可以這樣說 不是有共識的 你說沙地和伊朗 除非真的吃錯藥 不是應該談不談 所以我覺得 沒有的 你預計這次開完會之後 油價都是 沒有的 這些位置拉鋸 但是大家會指望 就是在下半年 即是7月打後的時間 因為到時 到那個時候 通常是叫做 傳統上 是叫做 油的消耗量的黃貴 所以到時 油價有機會 可能會再衝高一些 所以這些位置 你不妨考慮就先拿去 如果看圖的話 暫時來講 看看有沒有機會 突破9.5元這個位置之後 就嘗試大概 10元這個位置 這些位置又是先沽了去 之後 可能落到9元以下 這些位置再拿回去 但是Stanley提到籤 你顯示了那個波幅 雜幅這樣上落 是啊 很雜的 那是不是可以炒波幅 883 其實全部油股都可以 因為大前提是 油價基本上 你預計都是 大概40元 50元這些位置 都是上落 是啊 那你未必先炒波幅 中海油這些 8.5元 8.6元 大概9.5元這個位置 最後讀破的話 你看10元這個位置 好啊 明白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這位家庭觀眾的電郵 和Stanley做申報 除了剛才我們講過的騰訊 其他的股票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啊 多謝你的分析 又是一陣春流回來 有多一節的問答環節 待會再見